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在這個三角形ABC當中 A點是這個坐標 B點這個坐標 C點這個坐標 那麼AB是腳A的腳平溫線 那麼它問說D點的坐標為好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邊長多少 AB 這個邊長是等於根號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2 2的平方 加 這個減這個 2的平方 這個減這個 1 1的平方 這是9 9開根號是3 咱們看AC AC等於多少 根號 這個減這個是0 加 這個減這個是4 4的平方 加 這個減這個是3 3的平方 這等於5 所以這是3 這是5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 也是3比5 為什麼 因為這是腳平溫線 那我就帶那個分點公次 分點公次 D SY 就點多少呢 Ns座標是多少呢 這是三度空間的 SY 比多少呢 S座標是3加5 3加5是8 8分多少呢 3乘以4 3乘4 加多少 加5乘6 加5乘6 5乘6 5乘6 那外座標是8分多少呢 這個3乘5 3乘5 加多少 加這5乘3 5乘3 5乘3 5乘4 5乘4 那所以這個點多少呢 這是8分之 30加3 12 42 42 42 那這8分之 15加15是30 8分之 18加20 38 好 現在要約分 約分的話 這個約掉2 4分之21 那這個多少 這是4分之15 那這個約掉的話是 4分多少 212 29 18 這個就是答案